基金黨立委陳柏惟罷免案 關鍵倒數十天 總統蔡英文首度表態 蔡主席他會在適當的時機 有說適當的話 或是什麼樣子的動作的話 我想我們全黨都會支持 中央電視台最近大張旗鼓的 點名罷免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內部有政治力量 呼應這個中共的指導旗 內外夾攻要砍掉這個立法院 真的是非常認真抗中保台的 而且是一個小黨的唯一的一席立委 支持國民黨造謠抹黑 還和中國央視評論 不謀而合 民進黨立委群起串聯 包括陳廷飛 陳歐珀 蔡世穎 莊敬成等人 都要選民站出來反惡霸 台教會更出面 聲援三Q 國民黨全黨打一人 激起跨黨派實力站出來 聲援陳柏惟 一場罷免案 已成政治攻防戰 關鍵時刻 蔡英文用這個民進黨主席的身份 他表態了 就是要來立挺陳柏惟 他說不要讓認真做事的人孤單 台灣的民主深化應該是要給予理性溝通 不是這樣子的惡意報復 好 玉慧姐在總統講完之後呢 他以民進黨主席的身份發表完這樣談話之後 朱立倫呢 他是國民黨的主席 他就嗆瞎了 他說蔡英文真的要公開立挺 難道要跟毒品啦 賭博啦 肇事逃逸站在一起嗎 好 這個玉慧姐怎麼看 因為朱立倫今天馬上自己又被自己打臉了 朱立倫現在是公北燦 他現在應該改名叫白賊輪啦 為什麼呢 這個難道要公開 毒品 我們已經講過了 他是希望 陳柏惟是希望開放醫療用的這個大麻 他不是娛樂用大麻 那是哪門子毒品 完全不一樣 難道朱立倫你跟你的家人在開刀的時候 難道不要用這個任何的麻醉劑嗎 那我最好祝福你 你都不會一生無病無痛 再不然你為什麼要這樣子說謊呢 而且是公然說謊 第二個 賭博 我們在座不曉得這個 不曉得趙豪委員或者是有沒有去玩過 但是我相信我們台灣很多年輕朋友 我們成長的歷程當中 誰沒有去電動遊樂場 遊藝場去跳過跳舞機 誰沒有去那邊玩過什麼遊戲機啦 或者是籃球機 誰沒有去玩過 這個叫做賭博嗎 那這個 而且後面我們其實也有證明說 陳柏惟當時是被傳去當證人 這些其實都有 為什麼白賊輪你還要公開說謊 第三個是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他已經講了 他是當天是疲勞駕駛的確撞傷人的第一時間他不知道 那當他被警察通知到了以後 他就馬上趕回去 而且這麼多年來他長時間誠心的跟當事人他有誠心道歉 也取得和解 你們一直緊咬著肇事逃逸 難道國民黨內沒有所謂肇事逃逸 還找人頂包的嗎 所以你就這個事情 你不停的說謊 不停的說謊 這是朱立倫你要的正義嗎 所以我就覺得朱立倫你改名叫白賊輪好了 我覺得其實陳柏惟這個事情 本來我想陳柏惟是希望說 能夠冷靜一點 低調一點 低調的處理這樣 因為我們一般的正常選舉 以立委來講 你要超過50% 就是因為那是一對一的選舉 如果兩個人在PK的話 我一定要超過50% 我才會贏你 我才會拿到這個席次 可是罷免不一樣 我只要25%以內 我只要同意罷免的高過 不同意罷免的 我就把你幹掉 所以這是柿子挑軟的吃 因為我在正常的選舉當中 我沒有辦法靠我自己的實力 嚴加啦 沒有辦法靠實力 我把陳柏惟幹掉 所以我就用 我有沒有25%的實力 有啊 我去你家門口載人 你家有幾個 我一定可以載得出來 我的支持者我知道在哪裡 更何況嚴加在當地 有多少年的經營 他一定知道 他多少年新股的經營 我在宏光交了四年書 我對當地 至少在殺戮這邊 我是了解的 他對當地的確是有服務 的確當地也是覺得 這個嚴加對他們是不錯 所以他絕對知道嘛 而且更何況 這幾天傳出來都有打電話了 所以他只要25%的人出來 那這個是對他來講容易的 所以他柿子挑軟的吃 他用最廉價的一個方式 希望拿到這級的選舉 國民黨真是了不起 國民黨你看到 國民黨包括黨主席 他要沒有一個好岳父的話 今天朱立倫還在台大 當一個窮教授 國民黨內都是恩斃侍從 不是有好爸爸 這半就是有好媽媽 這半就是有好老闆 我們看其他 我對面的王世堅 我對面的劉兆豪 你們有好爸爸 好媽媽提拔你們嗎 才能夠在民進黨裡面有公職可以擔任嗎 陳柏惟他是有好爸爸 好媽媽 有好老闆 他今天才可以選立委嗎 沒有 他就跟你我一樣 我們每個台灣人 我們是靠自己 貶手之足 我們是靠自己的努力 我們是靠老天給我們的幸運 我們才能夠在台灣有一席之地 或許我們做不好 大家可以批評 但是我們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所贏得 不是靠這個爸爸媽媽老闆 那所給的這些的恩賜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場很不公平的選舉 也因為很不公平的選舉 在朱立倫不停地公開造謠 不停地說謊之下 大家才會義憤填膺 才會站出來要來挺陳柏惟 所以我覺得 然後更重要的是 陳柏惟他這一席 如果說真的被朱立倫 真的被國民黨他們罷免了以後 台灣以後在立法院裡面 缺一席在國防外交可以來捍衛台灣 你看看就會像鄭立文這樣子的立委 就會可能像吳思懷 可能去頂替像這個陳柏惟 可能下一席頂替這個林長佐的就是葉宇蘭 像這樣子的台灣的立法院 不就是國民黨 不就是海峽兩岸 他們給這個朱立倫 白嘴倫下的這個指導旗 說要把台灣亂 要亂到你我 我們沒有立追之地 這不就是共產黨要的嗎 國民黨現在一直不斷對陳柏惟來潑髒水 也要請教這個世間議員 因為朱立倫現在就是罵蔡英文 說蔡英文這樣子公開力挺了3Q陳柏惟 這樣就是要跟賭品 賭博 趙氏 逃逸站在一起 這句話馬上被這個焦糖哥哥陳嘉行給打臉了 因為這段話其實就像是回力飄一樣 最後真的會射到朱立倫自己 因為他馬上被翻出 他曾經跟販毒被判刑的議員 還有捲入殺警案的前立委一起合照照片 這些大家都找得到 請教議員 沒有錯 其實朱立倫不好好想一想 朱八戒要先照照自己鏡子 我們台灣 我們數十年來 黑金政治的起雲是誰 你對民進黨 任何人對民進黨 可能有些批評 有些期許 都認為說民進黨太衝 或者民進黨太毒 怎樣講都有 從來沒有人講過民進黨黑金 可是你想到國民黨 你想不出什麼形容詞 大概就是黑金 所以你自己黑金在講說你跟什麼樣的站在一起 你跟賭博跟什麼站在一起 這不是莫名其妙嗎 你們何止是跟賭博站一起 你們根本就是黑金 你們本身在做的就是一種政治博弈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講的話 不值得批他 不過我提出有幾點 第一點 其實這個罷免的訂定 這個法令的制定 我覺得已經到了過於腐爛 太鬆了 也就是像剛才玉慧講的 他人家在地方那麼熟悉之下 他要去動員 他過去的老交情 他服務過的 他們這些地方人士 服務過的傷心 要達到25% 其實很容易 非常容易 也就是說 我不是用選舉來跟你對決 來贏過你 而是輸了以後 我倒過來 我可以去動少數的一部分 選舉必須勝選的 將近一半的票 我就有辦法把你罷免掉 那天啊 那這下子不得了 所以才會有說陳柏惟之後 還會有林昌走 後續等等 他們愛罷誰就罷誰 那成天就光是亂這些事 我們社會也承受不住 所以社會開始警覺這件事情了 第二點 所以我們因應這種低門檻的罷免 本來我們是民進黨的應對 是認為說 這就陳柏惟 還有他們基進黨 他們去低調處理 陳柏惟主要認真的 每天在立法院做好他問政的工作 地方的服務 他顧好 對於罷免的問題 他通通一概不回答就對 媒體怎麼問國民黨怎麼挑釁 反正我就用我的表現 來做正面的答覆就對 本來我們是認為這樣 就不理他就好 可是現在變成不理他 事情也不算 因為大家看到就嚴加下去了 那國民黨朱立倫選上主席以後 又要把這一戰視為他擔任主席以後 他回歸來國民黨以後 他要凱旋的第一戰 天啊 是國民黨把這個事情搞大的 把本來國民黨先前再提 也不是國民黨提 他說這個是 他說是民間 民間的團體 是針對陳柏惟的言行舉止問政 他們有意見他們去提 本來他是這麼講的 那後來竟然舉黨之力都下去了 剛剛大家畫面上看得到那些紅衣服的人士 有的甚至是我們臺北市下去 大老遠 那每個禮拜 現在幾乎是每天 每天都有他們 國民黨的公職人員 他們的所謂政治明星 都下去了 下去遊街 所以我們民進黨是基於這一點 否則我們一向認為說 就是低調應對 你說是民間團體提的罷免 好 那就讓當事人 他跟你做應對就好 可是現在不是 國民黨已經把這件事提升到說 這個他們做好部署以後 他把這個提升到說 這個是要對你民進黨的二次投票 所以是國民黨政治化的結果 當然我們民進黨主席定調之後 我們全黨之力都會下去 去護衛陳柏惟 會讓這一次這個罷免案 讓國民黨踢到鐵板 這個罷免案 陳柏惟昨天晚上舉辦了 唯一一場的公辦說明會 也就是陳柏惟跟3Q團體直球對決 我們稍後回來 一起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